- 郭安你是三年前被离婚的吗? - 对... - 那时候听说有一段非常忧郁的日子 - 对... - 而且买了很多塑胶袋 - 不是用来装东西 - 想装自己 - 这干嘛啊!好恐怖啊! - 这干嘛啊!这恐怖片啊! - 好恐怖啊! - 我跟你讲这个 - 我一定要先讲讲的就是 - 现在觉得啦 - 离婚不见得是坏事 - 现在 - 对那当时的话 - 你知道那个时候当下那个时刻 - 老实说 - 你都在一起生活那么久啦 - 对不对? - 然后你从交往到结婚 - 然后到离婚这段时间 - 就十几年嘛 - 对啊!那你怎么可能说 - 你一下子就走出来 - 不可能啊! -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崩的一声 - 他就搬出去了 - 对啊!那我什么状况都很不清楚 - 是为什么他突然搬出去了? - 就一句不爱你啦 - 啊? - 对啊!结婚多久 - 嗯? - 结婚多久? - 那时候结婚九年多 - 九年多? - 对啊!我跟他分居八个月的时候离婚 - 就突然一句不爱你 - 对啊!那你就不知道 - 当然你说前面 - 你做了什么坏事吗? - 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啊! - 对啊!那重点是因为我们有小朋友嘛 -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 - 你那个时候很难不陷入一个很忧郁的状态 - 为什么?因为瞬间 - 就你从来不会觉得离婚这件事情 - 在你人生的选项里面 - 对! - 对啊!那因为这个知道 - 我结婚状况也知道 - 就其实之前所有人都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- 对!包括我自己 - 也会觉得没什么问题 - 有时候即便夫妻吵架冷战啊 - 那你可能也觉得说这个大概过一天就好 - 那当然也许我们后期的时候很缺乏沟通啊 - 但这是一回事 - 对!那你没有料到说 - 你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- 所以我当时连工作都没办法做啊! - 对! - 对啊!那所以 - 你真的买了塑胶袋要干吗? - 对啊!那时候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- 觉得风和日丽 - 就拿塑胶袋套个头看看能撑多久 - 对啊!然后看... - 对练肺活量就对了 - 对!然后练到差不多两分钟的时候 - 觉得大概快受不了就把它放开 - 对!就大概觉得自己大概可以撑两分钟 - 所以你现在唱歌其实费活量很好 - 对!现在唱歌其实蛮... - 你真的好正能量喔! - 这么起床的事情可以聊成这样 - 对!然后就觉得塑胶袋其实也有那个 - 对!现在游泳应该游蛮快的 - 对!不太会游 - 不太会游 - 不会游挖室 - 这个心肺功能的运动可能不错喔 - 对!可以当好朋友 - 好!带塑胶袋来这个练肺活量 - 好!了解了! - 对!所以你很难... - 那个时刻你很难不陷入一个 - 一个这样的很忧郁的状态之内 - 对!然后当然说... - 然后烟也抽的很多 - 对!那尤其是在离婚后 - 离婚后的那几个月吧 - 对!大概每天都想把自己灌醉啊 - 那基本上是真的每天都把自己灌醉 - 也没错啦!因为找不到朋友喝酒的时候 - 就自己喝嘛! - 对!那自己喝的时候 - 通常隔天早上起来头就很痛 - 对!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 - 就是怎么讲 - 事业也不是很顺 - 然后各方面你就觉得人有的时候 - 气败其实就什么都办 - 你在碎的时候就越来越碎那种东西 - 对!那你就觉得越来越碎 - 那我觉得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再这样 - 对!为什么呢?因为我还带女儿啊 - 女儿是跟我 - 那所以我带着女儿 - 那你怎么样 - 你就是也不能让女儿觉得说 - 怎么每天看到爸爸 - 爸爸都不笑 - 对!那至少我觉得在她面前 - 那我也不会说什么 - 就是父母亲什么事情要干嘛 - 那我女儿曾经问我说 - 爸爸那为什么妈妈跟你离婚 - 那我就只跟她讲说 - 因为妈妈不爱我 - 但是妈妈还是很爱你 - 对! - 我就这个部分来讲 - 我就不想让我小孩觉得说 - 那爸爸妈妈离婚 - 每天都在玩 - 其实我们之前吵架 - 也都没有让小孩看到过 - 真的啊?不容易 - 对!那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 - 我前妻也好或是我也好 - 那我们这个部分其实还OK - 就说不要让冲突 - 对!你那个消沉的日子多久 - 大概撑了半年吧 - 如果再加上分居的那段时间 - 大概快一年 - 对!那算一算时间还蛮长 - 那那个状态上 - 这个怡礼那算是真的有病了 - 他长期那时候是每天喝酒喝醉 - 对不对? - 对!也是每天抽 - 对!而且压力大的时候 - 烟就会越臭越臭 - 他这样子多久 - 其实真的身体有可能出真的状况 - 其实这样的问题 - 在医院的那个身心科里面 - 常常会碰到就是所谓的 - 要离婚 - 结果反而 - 因为大人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 - 然后他也可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- 真的不舒服的要看医生 - 这是我们常在那个身心科发现的是 - 反而是小朋友 - 所以确实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 - 当两个要离婚的时候 - 其实反而小孩子他的状况会比较多 - 我们看到反而是小朋友 - 那常常会出现一些就是 - 反社会行为 - 或是说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- 小孩子会不解 - 为什么爸爸妈妈要离婚 -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离家出走 - 我们反而碰到是这一种 - 那大人的话其实他又慢慢消化 - 但是他的状况算是 - 蛮激进派的 - 就是通常对前面喝酒啦 - 那一段时间 - 还有包括用塑胶袋套头啊 - 这种其实我们在医院都会希望你寻求协助 - 你那时候看过医生吗 - 没有 -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医生是自己的小孩 - 对对对 - 因为其实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件事就是 - 小孩没有看过吧 - 没有 当然没看过啊 - 怎么可能 - 对对对对 - 没有看过怎么练肺活量 - 对对对对对 - 跟大家去跑步这样